那個雞毛齁 你的名字好玩 你記得好幾次信給我都有接到 你說你停了一年齁 然後額頭最近又冒了一點小豆端粉吃 所以又吃藥 可以啊 夏天比較熱的時候吃一下嘛 反正記得齁 治療皮膚大概就是過敏跟荷爾蒙 而且問題就是為什麼有的人過敏他也不會長 所以荷爾蒙那個是瑕疵 那個不叫病 所以你要吃多久自己決定 原則上因為美容悶疹是很主觀的悶疹 你只要覺得改善了 然後很久才需要洗濕頭 不用每天洗頭 因為每天洗頭當然是有問題 那吃條件的人會很久洗濕頭 兩三天洗濕頭 然後天氣變涼了就停藥 這都接受 那天有技巧齁 要先停膠囊 再停NSP或者SP 再停過敏的藥降成晚上一顆 再停調劑面 最後才停過敏的藥 調劑面是最後第二停的藥 那對條件網路上很多說 對子宮造成不良影響 我不曉得為什麼齁 條件最大的副作用就是血栓 它發育於白種抽菸 胖胖的女生 十萬個有一個 白種人比較多 抽菸的比較多 胖的比較多 胖的比較多 那 那懷孕本來就有血栓 女人跟這個都一定在有關係的 那因為這種調劑面齁 它為了避免副作用 所以它的劑量弄得很低 它比一般的病院要劑量低齁 所以它比BAB要造成血栓的機會低很多 那也因為它的低劑量齁 所以它造成一種現象就是月經少 月經少是因為它的低劑量為了避免它的副作用 它的副作用就是血栓 就好像過馬路要小心車禍 這一輩子都要小心車禍 你不要跟我說我過了三十年 還是要小心車禍 它最大的副作用就是這個 那什麼對子宮不良的影響 那個都 都是亂說的啦 是調晶片本身 它最大副作用就是血栓 耗敗白種抽菸胖胖的女生 那它 吃吃挺挺本來就對了 那有技巧的齁 那精血累積在子宮裡 造成不好的影響 這個精血根本沒產生 哪有在子宮裡 那就是假孕嘛 所以精血就沒有產生 就假裝懷孕的意思嘛 因為現在女生月經都太多了 因為都不懷孕 這個不知道怎麼 這樣解釋聽得懂嗎 我是You的吳醫師啦